全民在座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何天章在那頂八人大橋前 公營祭世堂的特使 隨著橋簾揭開 只見從橋樓出來的 竟然是雍容華貴的賴紅菇 這樣的場面 不單止何天章惡煙 就連王老跟著抹大嘴巴 隨從就介紹話 這位就是京城祭世堂老闆的千金曲大小姐 你們更快些迎戰 何天章惡煞來到賴紅菇的面前 曲大小姐一路辛苦了 賴紅菇淡然一笑 在何天章引領之下走去賀府 入到大堂 一番客套之後 何天章單刀直入地說 請問大小姐 主公為何沒有來到呢 家父日李曼基 她沒空來 所以才指示小女子來領南 那奴才發出的告急文書 不知道老人家收到沒有 那當然收到 不是的話 她又怎麼會派我來的呢 何天章對於賴紅菇還有幾分疑心 她想用龐酵側擊的方法 來打探一下這位大小姐的底細 曲大小姐 從京城到慶祝 途中不單要歷經千山萬水 還要過若干的險關要塞 這些地方都是強度響馬出沒的地方 難道主公真是這麼放心 叫大小姐一個人冒險前來嗎 哦 所謂吉人自有天相 我一路上 又真是沒有碰到什麼 紅蘇綠眼的賊人 哦 聽賀老闆這樣說 貴方即是很不安寧 是不是啊 嘿嘿嘿 不怕跟大小姐來講 慶祝呢 沒有幾多之前 的確是出過一位女賊人的 哦 女賊人 是這樣的 真是挺有意思的 她很厲害的 賀天章死死地盯緊賴紅菇馬 咳 這個女賊 飛蟬走壁 殺人月貨 幾多官兵和武林高手都敗在她的手下 跟著說下去 本小姐就是喜歡聽這些驚險刺激的故事的了 賀天章苦笑一下說 只不過是 本地人都被她打到怕了 真是宜得剝她層皮 抽她的根 將她鑑生煮熟來 炸了她 炆了她 炆了她 哈哈哈哈 如果我猜得沒錯的話 賀老闆都一定被那一匹 呃 呃 發無天的女妃賊 似乎見過 又似乎沒有見過 仿仿忽忽忽的 蛤 蛤 這樣就奇了 難道她真是來無影去無蹤的 哦 那說到奇了 又真是奇了 我覺得那個人生得特別像 像 像 像誰啊 咳 咳 樹奴才無媚 我覺得她生得好像 好像大小姐 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賀天章啊 賀天章 賀天章 你真是有幾分眼力的 難怪家庫經常讚你的人 夠精靈 夠見風洗陀 哦 你將本小姐 和所謂的女妃賊相提並論 那言下之意呢 就是說 本小姐就是那個膽大妄為的女妃賊 這樣來 你那些遲遲都犯不出去的貢品 就可以說是被我劫了 那跟著呢 就再向官府告密 告我一個強盜叛逆之罪 是不是呢 那京城那邊 你又可以推得乾乾淨淨 那你自己 不可以獨吞你不不義之財咯 你這個物底算盤 都打得挺響的哦 哈哈哈哈 大小姐識路 大小姐識路啊 大小姐識路啊 奴才不是這樣的意思啊 那你又是什麼意思啊 賴紅姑講到這裡 她一拍張桌 姓賀的 家父見你這麼久都不發課 又聽說孫之虎暴斃 就知道你有狡猾的了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你 警告你 懸崖勒馬迷逃之犯 都可謂仁智而盡呢 現在看來 你真是沒得慢的了 好 本小姐就成全你 我們一起去見 吳陰差 吳大人 哈哈 天章聽到這裡 連隨聽到她趴在地上來 哈哈 大小姐啊 大小姐 不是說奴才專門想這樣做的 而是慶州城裡頭 太多些鬼怪的東西了 奴才才不得不多了些防範之心 請大小姐你見諒啊 起來吧 有個人 我想和你打聽一下 是什麼人呢 賴紅姑想了一會之後 她說 是一個祖傳的名醫 叫什麼我就不記得了 哦 我知道 大小姐你說的是誰了 她叫黃老吉啊 是不是啊 沒錯沒錯 她就是叫黃老吉 你跟我找她過來吧 我想和她聊一下 大小姐 黃老吉都不過是個粗人而已 大小姐跟她 有什麼好談的呢 是這樣的 臨來之前 家父再三交大 說要我多些留意一下 民間的奇方怪人 能夠搜羅到的 就盡量搜羅 這些 也都是我們祭世堂未來的裁員來的嘛 哦 哈哈哈哈 奴才明白了 好 我立刻派人去找她過來 很快啊 黃老吉就應召而來 但是她的心呢 都三五十六 她走入賀府 她不知道賴紅姑到了京城之後 做過什麼 回到領南 為什麼要喬莊打扮 她也不知道賴紅姑為什麼要找她 找她會說什麼呢 而她自己也不想督穿這層槍沙紙 黃老吉走入大堂 屋裡頭空喵喵的 一個人都沒有 過了無奈 賴紅姑才從屏風後面走出來 黃老吉不敢直面賴紅姑 但是賴紅姑呢 她就好像對老朋友一樣一樣隨便 她指了一下對面那張椅子說 你來了啦 坐啦 黃老吉就靜靜地看了賴紅姑一眼 她說 草紋和大小姐請安 唉 不用這麼多客氣啦 人來 看茶 下人很快就送了一杯香冥過來 放在黃老吉的面前 跟著就退出去了 賴紅姑就說 我聽說你救過不少人的命 是不是呀 哈哈 盡少少微博之力 那有沒有人留難你呢 那些都好對付的 只不過是 有很多東西我看不明白 猜不透 喏 你聽我勸 這幾日你就專心製藥 少出門 不要你那麼多閒事 有病人你就看 其他的事 什麼都不要理 知道嗎 就在這時候 門外傳來腳步聲 那賴紅姑呢 就特地提高聲 你回去好好想想 本小姐出的價碼已經是不低的了 走進來的是賀天章 她看了賴紅姑一眼 又看了眼黃老吉 她說 你們說些什麼呀 是不是黃老吉又激怒大小姐你呢 黃老吉就說一聲 告辭 那頭都不會就走了 賴紅姑自言自語地說 哼 真是小家的 何天章就問 她做什麼呀大小姐 她在哪裡激怒你呀 不要提了 她拿著那幾張這樣的爛柱方 就好像什麼寶貝這樣 死都不肯和她夾粉 嘿嘿嘿 大小姐你識路啦 這些這麼不識時務的人 奴才負責搞定她就是了 但是賴紅姑就擺一擺手 算了 這麼粗黎的東西 沒意思的 本小姐也懶得跟她計較 那賀天章呢 就遞了一張請簡過來說 大小姐 是呀 吳陰差派人送了一張請帖來 說今晚專門為大小姐切燃洗塵 林一銘最初收到封 說京城祭祀堂的特使 光臨慶州天章大藥店的消息那時候 也真的吃了驚 她想不明白 究竟是誰這麼大膽 竟敢冒充京城祭祀堂的特使 她更加想不明白 這個人來慶州的目的 她思前想後 度來度去 決定先下首為強 佔領主動權 於是她發出請帖 為京城祭祀堂的特使 接風洗塵 燕戶就設在虎牙 吳一銘坐正中間 賴紅姑就坐在她的左手邊 是主賓位 黃老吉就坐在她的右手邊 是主賠 除此之外 還有孔生 何天章 和牛師爺等等 那奔住一輪客套之後 吳一銘就親自為賴紅姑把盞針走 曲小姐 那奔住一輪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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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 老夫離京已經有兩個多月了 十分掛念京城的老朋友 吳大人 家父也時常掛念吳大人你 說大人你遠在嶺南 為國效命實在是很辛苦 來 讓我替家父敬吳大人一杯 吳一銘接過來 一口喝完 他說 辛苦呢 是就是有點辛苦 不過 你們都是為國效力 郭小姐 請你看一下 在在的賀老闆 黃老吉師傅 孔生先生 都是協助我徐溫治癒的有功之神 賴紅姑就看了黃老吉一眼 早就聽說黃老吉先生不單止衣術精湛 而且還經常去衙門那裡 和陰差大人你結為莫逆之交 是不是這樣 黃老吉沒有看到賴紅姑 只是嘴巴的頭 認了聲 自從賴紅姑喬莊打扮出現在慶州城 他的心就真是裸裸亂 得知陰差大人要宴請賴紅姑的消息之後 他更加只是十五十六 他搞不清楚陰差大人是不是看穿了賴紅姑的真面目 也搞不清楚賴紅姑和陰差大人是不是一班 他接到陰差大人的請假之後 本來想說不來 他是怕有些說話說得不對 到時就搞到大家尷尬的沒有人 但是他又怕萬一真的有什麼事的話 那自己還可以從中調和 於是還是硬著頭皮黎楚 這時候 忽然間聽到門外一陣吵雜聲 牛師爺站起來說 讓我出去看看 沒多久 牛師爺帶著木蝴蝶走進來 賴紅姑疾了一下 黃老吉更加之害怕 事關到虎牙虎宴的事 他是專門瞞著木蝴蝶 就是怕他見到賴紅姑之後 口沒遮難說得出就說 想不到 這個臭丫居然自己找到門 吳老爺、溪爺 你們好開心 吳一鳴就說 是木蝴蝶 來,過來 見過京城裡的曲小姐 木蝴蝶明知顧問 是哪個曲小姐 黃老吉緊張得他 飄了射額冷汗 吳一鳴就對賴紅姑介紹 郭小姐 這位就是黃老吉的契女 木蝴蝶 這個女兒很調皮 是嗎? 老吉先生也蠻好福氣 木蝴蝶走到賴紅姑的身邊 他說 嘩 你就是曲小姐 好漂亮喔 一看就知道 不像是我們鄉下人 黃老吉就看著他 蝴蝶 沒有禮貌 但是那個木蝴蝶 就對著黃老吉描了一描嘴 我有說錯嗎? 都說曲小姐是跟京城來的大人物 來到我們這些小地方 肯定是有什麼大事要做的 好? 吳一鳴就接著木蝴蝶的說話說了 你問得沒錯 我正想請教曲小姐 此番來領南 相信是要做什麼大生意了是不是? 如果有用得著本部堂的地方 你儘管開聲 大人 晚輩的確是為了一單生意而來的 不過 再雙言雙 不可以用銅臭 污足了大人的耳 你畢竟都是朝廷的棟樑 士子的榜樣 哈哈哈哈哈哈 郭小姐 你謀掌了 講到雙股之道 我是外行 但是京商之人 又是我大清的子民 官府應該過問的 還是要過問的 是不是呀?何老闆? 是是是是 小人一向都是奉公守法的 不敢欺負陰差大人你的 最好了 就這樣就我問你 你和曲小姐在做什麼交易 不算為過嗎? 那...那... 那什麼? 吳一命講完 拿起酒杯 正當他準備扔到地的時候 一個人急急腳地撞進來 大聲地說 大小姐 雕塞了貢品 找到了 賴紅姑馬上渴住她 這個是什麼地方 去吧吵閉 一點規矩都沒有 賴紅姑講完 就走到吳一命身邊 吳大人 生意上的事有了些轉機了 請署我提前告退 等處理完這件事之後 我再回請大人 以後 我們還有大把機會喝酒 這樣來 這餐宴席是無疾而終 不歡而散 黃老吉回到藥舖 一得就得了在椅子上 他抹了整頭的冷汗 木湖再問 溪爺 你做什麼 怎麼會整個額汗都有 何止冷汗 你快嚇到我飆尿了 這一晚 黃老吉反來覆去 他怎麼都睡不著 他很擔心賴紅姑 怕他會出什麼事 但是又不知道 怎樣才能幫到他 他乾脆 翻身落床 從跪筒裡頭 拿出一個小包袱 從裡面拿出一個小葫蘆出來 那葫蘆上面 寫著余美人這三個字 這個葫蘆 女頭裝著的是迷藥 是他爸爸留下給他的 他爸爸從千釘竹 就慢交代 說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 千萬不要拿出來 這時候 黃老吉想了一下 就把那個藥胡佬放在包袱裡頭 他重新睡回上床 但是照樣子怎麼都睡不著 忽然間 一顆石仔穿過窗門 扔正在他身上 黃老吉馬上點著燈 這樣才發現 原來包著石仔的 是一封信 信上面只有幾個字 設計不要出門口 更加不要多管閒事 保重 沒有落款的 按照說話的風格 他猜到肯定是賴紅姑 這樣來 他就連續披好衣服 走出院去頭 但是院去頭 兇無 翌日早 吳一鳴一早就起床了 他幾乎是整晚沒有睡到覺 在昨天的酒宴之上 那位假冒京城 濟世堂大小姐的下人報告 說不見了的物品 找到了 難道 那些就是孫之虎曾經說過的 被劫走的那批貢品 如果真是那些貢品 那孫之虎和何天章 找了幾十天都找不到 這位大小姐又怎麼會 那麼神通廣大 二餘反掌又找到了 嗯 那結論只有一個 那就是 除非這批貢品 就是她本人劫持了之後 藏起來 不過 她既然藏起來了那麼長時間 為什麼又不把她暴露出來 這個神奇女子究竟是什麼身份 此行究竟是什麼目的 她是不是衝著老夫來的 在她的背後 會不會有什麼黑幕呢 各位 面對著這麼多問題 那吳一鳴會怎麼應對那位賴紅姑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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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